每一天在寒冷的婚姻来到台湾沿海的黑虎 也比我们叫做信虎 它可以说是提供辈子 让我们所有习近朋友的年重劣务 尤其是在当时前后十天 也是黑虎的信三季 今年的当时是在鼓励的11月5号 也就是新年12月21号 加上到最近有隔离坡的冷空去南下 所以包括中北部沿海都已经有闲逃黑来到 这两天就有两天所有习近的习近 统终领到了3719位的习近来到五岁习近拍习 所有习近的入占环习近 也在五六天前此外 来加进了保留习近习近的行列 厌哥就在11号的在7点左右 这些习近三口打在台中市上辟习近 但传统在说 它是在11号的保留5点左右 有着五车习近习近习 报关出海保留习 厌哥到到11号 早上的时代 海上实在是非常恶劣 当时头六几至七几的准风 仗違给我投入 directing整равств占不调 和减风的倾刷 are未着想失败除了 除了补救世わ 或者随时随時 溃到划比 做生克达的进行 拜控处�сть会记画中 条 scan se 在知道这件事之后 随时夹动救援撤施 集结付金提准 工业销 建王救助 所欧护议会 丹春兴总幹事 以为我们睡明了 经过事情 发生将救援的过程 昨天晚上大概三十点的时候 准备起网 起网的时候 因为逢应尽快 还有旁边 既有发映 陪我旁边 他们房子 就这样来搁浅 现在就在松柏渔港 台中的外海 这个台中大甲这边松柏渔港 的外防区这边搁浅 现在非常感谢 我们的台中区议会的 赵曹森赵总干事 还有全国一位的 我们赵曹森的赵女士 结合我们的益销 结合当地的移民 现在潜力在抢救 固有一台怪手 在这里把我们的刷 做一个水道 准备在涨潮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的遗传 遣下最小的损失 让我们的遗传 能够安全的回到海上 现在就准备在抢救 非常感谢我们台中 我们赵氏兄弟 非常的潜力的来 帮助移民保住这个财产 让我们在现场 从苏浩这边干的 非常的感恩 感谢他们 谢谢 遇协发号渔船 它是什么时候 对到我们 苏鹅这边这边 出海来到台中 上庭这边 应该是 差不多 应该五六天 这边港前 就出港来到我们台中 这边 台中的浴港 这边的出海 知道是 要捕捕黑虎吗 要捕我们的乌鱼 所以这边 所以他们在这边 捕捕乌鱼 所以啊 他一直打起来 在 在 作业当中啊 啊这个 风浪的转向跟 这个 风浪的这个 急速啊 没有注意到啊 所以就割浅 被海浪 打到割浅 在这个沙灘上 对对 今天的凌晨 五六 差不多五六点 五十六就 就在这里 那么你说包括 我们这个 台中 副鱼鱼 我们的赵曹申总干事啦 还有全国余会 赵曹申 赵女士 是 都有来倒三天 来抽救 我们预销 预销还有我们当地的移民 现在这艘船啊 就是外手准备在四周 把它 弄一个水道 水道当中我们 有一个绳子 绑住了那个 我们准备的一个 肉档 我们的胶石 准备他要来 弄到海上面的时候 海上有 我们苏阿的渔船 五六艘在准备 帮他在 在接绳子 在拖往 拖往海中 对 所以我们这艘 这艘这个 搁浅的渔船 其他要有我们 所有地区的这个 时代 有哪里都 做回在这里是吗 对对 在外海 在外海 准备要它 照顾 对 照顾 是 没有失去重力 他没有失去重力 但是 因为他是在沙滩上 不能发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的 那个 鱼鱼 所以 外海都有五六艘旅团 准备在那边 保护 跟那个 警戒 对 那么 现在 去到到 目前来说 他是 平安的 而且如果在那个 这个 秋季的 过程 方面 有哪相当的 顺利 是 是 所以 我们 做 由这点的 事情 就是 发表说 我们 云民中 我们的 活动 精神 很好 啊 也很 感谢 我们台中 区域 人工的 办案 健身 准备 啊 听到这会 总是 都 全力 在帮忙 这点也 做了 这个 机会 啊 感谢 我们台中 区域 在我们的 旗孝 还有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 对 另外 台中海巡队 在校部 里面有 哪有 调派 尊贱 前往前看 柯定人 跟随 都平安 里面 就 在 华座 700 国 岁 岁 海边 街 台中海巡队 的 丹 铸南 副队长 他跟我们 说 首先 就是 搁浅的 部分 就是 我们有 问 那个 船长 船长 表示 是 当时 他在 防着 捕 捕捉 乌语 那 他在 抓的时候 他没有 注意到 淘气的 变化 所以就 不小心 太靠近岸边 就 搁浅了 那 搁浅的时候 他是在 中博 外 0.5 海里 搁浅 那刚好 那个 在沙滩上面 所以 人员都很安全 那 目前就是 等待 涨槽 大概是 晚上 6点钟的时候 他会请 船来协助 拖带 那我们 海巡 这边 就是 那个 案记的人员 就 马上派人到 他 搁浅的 旁边 来协助 那我们 海上也 调派 100粮粮艇 紧急 就是出勤 前往在 那个 旁边 来待命救援 以上 说明 是 那整个救援的过程 海巡 非常的帮忙 救援的过程 这样算是顺利吗 目前的 救援状况 都很顺利 那 目前就是 他的 船上的 8个人 都很安全 那 就是 目前 就是因为 因为他搁浅在 沙滩上面 所以就是 等待 涨潮的时候 那他的 友船 会来协助 把他 往 海里这边 把他 尝试来脱带 那如果 可以脱带成功的话 那就可以 这个状况 就可以解除了 是 那这段时间 我们海巡的弟兄 都还是在 原地这边 做帮忙 介护的工作吗 是的 就是 都有在旁边 做介护 是辛苦了 那针对于 苏澳级的 预协发号 渔船 因为 搁浅 无论是我们 台中区域会 这边的 渔船 我们的 益销 我们的 总干事的 通力帮忙之外 海巡弟兄 也尽了一份 很大的心力 那针对于 渔船 在海上 作业 一些 安全方面 副队长 是不是也有一些 呼吁跟叮铃 是的 那目前就是进入 污渔期的作业期间 那渔民也很辛苦 都忙着在抓鱼 那所以 那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 东北季风 有时候风浪会变很差 所以也 请渔民朋友要注意 行情的安全 那在捕鱼的时候 也要注意那个潮 潮汐的变化 离岸的 不要过近 那避免发生 类似的状况发生 这样 也是以上的呼吁 是 那如果说我们的 渔船有任何需要 海巡帮忙的地方 请教一下 副队长 我们应该怎么做联系 那海巡的 有一个免付费的 118报案电话 那就是渔民如果有发生 任何需要海巡 服务的地方 那可以直接 如果离岸 比较近的话 可以直接拨打118 那如果离岸比较远 那也可以 又透过无线电 直接跟我们海巡 线上的巡帮艇 直接联络 要保留鱼 就要靠天吃饭 在身就必须要 有九种的 冷空气来到三天 气温 才会沿着台湾海洋南下 也不过方应 有还不能太大 譬如说 如果有到七夕风 它就是没有 在极大的风险 八夕风 这是没法到 能够出海重压的 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 那些人 准备 那些朋友 一定要做好的 万全的准备 将压实际 也就让大家 今年都可以 大风修 盼着一笔 澎湃的 二种将军 沙发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